1月24号两岸四地一家亲文化艺术新联新 港澳台美协迎春画展在传世一宫美术馆开幕 并将展览至2月23号 同期1月27号至2月4号 2016海峡岛报迎新春花贵展 在传世一宫美术馆和海峡岛报社两地同时举办 本次花卉展由海峡岛报联合张州及山东合泽知名花卉种植基地共同举办 将与市民打造一场美丽的邂逅 现场将展示品种丰富齐全的杨兰王后蝴蝶兰 大型小型迷你型红花黄花玫瑰花 你看过的没看过的都在这里 以往我们作为一个美术馆 办的都是书画的专题展览 那这一次因为是我们为了迎接新春到来 我们联合了中国美术家协会 福建省美协 港澳台美协 他们的主席团成员都来参加 只办这次两岸四地一家亲文化艺术新年新港澳台美学的书画年长迎新春活动 在这样的一个喜庆时刻我们跟海峡岛报联合 只办这个这个花卉展览 我觉得这是一次尝试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活动 我觉得为市民开放这样一个一个平台 在新春佳节期间我觉得会会给我们增添很多的这个新春气息 本次花卉展将展销合一 花卉均直接来自于种植基地 所以价格方面已将相当优惠 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为丰富厦门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渲染传统节日氛围 打破传统画展与花卉展之间的界限 将雅和趣相结合 让画家作品与普通市民零距离接触 很多人过来看的画再配上这些南画 这是挺棒的 当然了现在画展还没有这种形式出现 这是一个挺好的 本身我也是画家 我看的这些我都心动 我相信普通的那个视频 他也能够给你欣赏的 我会来选过这些花呢 一个就是春节到了 自己家里内放上一盆 也是很温馨的 还有一个我可能会选几盆来送给亲朋好友 这也是一种比上往来 也是一种增加一些感情的一个好机会 室内室外同样花香扑鼻 鸟语花言 两者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导报记者陈鲁迪 董叶强为您报道 儿女不在身边时 一张报纸是老人精神最好的寄托 为您的父母订一份报纸 全年订阅价216元 电报热线0592-2962-666 看厦门微信视频 就关注海祥导报 厦门视觉订阅号 电报室的封信息 7-106元 3-5月3日 并没有听到 他的航空 大雨 并没有听到 并没有听到